嗨 亲爱的小朋友们 大家好 非常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将带着大家一起来学习的是我们的一讲数学应用型的统计的知识 那么统计这个词呢 平常生活当中听的也应该比较多了 如果同学们经常看新闻联播或者经常呢 你的爸爸妈妈啊 有炒股票的等等 对吧 那我们都会见到很多很多有关于统计的一些常识 那么像统计这个东西呢 我们比较惯用的 比如说我们的表格呀 比如说大家看到股市的那个曲曲折折像蛇一样的那个叫折线图啊 比如说我们新闻联播上经常有那个2010年这么高 然后2012年这么高 那个像柱子一样的 对吧 甚至还有画个大饼呢 里边割出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多少 这些都是常见的统计工具 而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关于平均水平的表示方式 那我们知道了平常在新闻联播上可能播音员播出来某一个数据 比如说 哎 全国成年男子的平均身高是一米七六 对吧 那这个一米七六是不是代表哪个人都是一米七六呢 哎 我们说显然不是 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数据是干嘛的呢 他这个数据实际上抽策的是一个大致的平均水平 所以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平均水平的表示方法和它的计算方式 实际上决定了最后一个统计过程当中所得出的结论的好坏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 那么多的统计图和统计表 那么我们今天只能学到其中的一样 那么就是学到折线图的绘制与应用 这个折线图就是刚刚我给大家说的像股市的那个啊 有高有低 然后有一个大致的变化 对吧 这种图大家也见得多 那这个是我们今天主要要学习的 第三个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一个统计的综合应用 而在这儿呢 老师也会去请一个特别神秘的嘉宾 来帮我们配合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统计的相关过程 好了 同学们 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到的三个重要知识点 下面跟着老师一起来看看 第一个吧 第一个我们要来讲一下的就是关于平均水平的表示方式 那我先问问逗逗啊 逗逗一旦你看到平均两个字 马上想起数学上我们学过什么东西是带平均的 平均值 平均数或者说平均值是不是 非常棒啊 从小到大我们就在学习平均数这个东西 举个例子 有一个人是60千克 有一个人是50千克 那么这两个人的平均体重是怎么算的 记得吗 用60加上50的和 然后再怎么样 除以二 所以什么叫平均数 我们知道平均数的概念无非就是总数去除以其中的个数 对不对 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第一个用来表示平均水平的方法 也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个方法 那同学们觉得这个方法科学吗 科学吗 其实基本上还是蛮科学的 像你们平常在学校考完期末考试都会算一个平均分 然后呢每个班去进行成绩比较的时候会算一下你们班的平均分 是不是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用得着的一种方法用的比较多的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表示平均水平的方法呢 告诉大家是有的 比如说他 中位数 我先不解释中位数是什么概念 我来举个例子啊 同学们来看一看 比如是五年级的一班做完期末考试以后 我们来算这个班的平均成绩 那大家看 举个例子 咱们这个班比如说数学这一科 所有同学的考分大概都在80分左右 但是有那么一个同学呢 他考了100分 然后还有一个同学他考了0分 哎 你看这个是不是挺恐怖的 对吧 那比如说如果你的一组数据当中有这种过于大或者过于小的数 大家估计一下 这个时候你再用平均数去表示平均水平 你感觉还恰当吗 有点不太恰当 对不对 这种人才班上最糟人恨了啊 大家都俗声叫拖后腿 是吗 那这种人呢也糟人恨 对吧 这个就是特别牛的那种 对吧 我们一般的同学可能都处于这个范围之内 当然啊 对这种人不要羡慕嫉妒狠 是吧 对这样的同学一定要多多帮助 可能只是失误而已 对吧 那么但是 当这个数值离我们的平均的大概的水平差的太远的时候 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不再用平均数来表示平均水平了 而用中位数 那么现在来正式解释一下中位数的相关概念啊 什么是中位数呢 我告诉大家 比如说老师在这随便给你一组这样大小不一样的数据啊 一二四七八九 比如说这组数据 那所谓的中位数实际就是将这样的一排数从小到大排列起来 这是第一点 你要排列啊 或者说你可以从大到小排列起来也行 这两种排列方式都行 但是我一般会采取从小到大的排列 OK 那么中位数 中位数其实顾名思义就是位置处于最中间的数 那大家想看看这组数据当中位置处于最中间的是谁呢 应该是四合七是不是 所以如果它是奇数个数的这样的一个数据表的话 那么最中间的数就是一个确定的值 而如果是偶数个数的这种数据表的话 最中间的其实就是两个数 对吧 那么这两个数如果去取一个平均数 比如说四加七的和再去除以二得到一个五点五 那么这个数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谓的中位数 中位数就是位置处于中间的数 是一列从小到大排列或从大到小排列的数据当中 处于最中段的 那大家想其实这种平均水平的表达方式是特别好的 好在哪呢 当你从小到大去进行排列的时候 只取中间的部分 那我们就可以回避掉某些特别小的数 也可以回避掉某些特别大的数 是不是 所以这种平均水平的表示方式 一般都适应于你的一组数据当中有特别突出的和特别落后的 这个时候有中位数是特别好的 可以想象吗 好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没有别的关于平均水平的表达方式呢 告诉大家也是有的 我们举个例子来看一看啊 比如说这个班上所有同学的年龄 是吧 那你们班如果算年龄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每一年啊 我觉得每一个小学的班上可能都有这种情况 就是大概大家的年龄可能都是八九岁 八九岁差不多 这个有可能吧 是吧 那么比如说举个例子啊 某一个三年级的班上所有同学大概都是八岁左右 但是呢 有一个同学他号称小小神童 对吧 这个小神童几岁呢 这个小神童刚刚有三岁 就上三年级了 零岁就开始上了 有可能吧 是吧 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说如果再用平均数或者用中位数来表达的话 实际上也不能完全去说明问题 那这个时候我们又选了另外一种数 叫做重数 大家猜猜这个重数的重是什么意思 猜得出来吗 重就是重多的意思 是吧 所以当你的一组数据当中 如果出现了若干个 或者说绝大部分的数据 其实都是其中的某一个值的时候 那这个值实际上就叫做这组数据的一个重数 而这个时候我们一般用这个重数来简单的代表咱们这一组数据的平均水平 这也是很靠谱的一件事 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吧 是吧 好 那么三种平均水平的表达方式 我们一起来稍作总结 二这个大家应该很熟了 计算起来就是总数除余 个数 这个做起来的时候 从小到大或从大到小排列 取最中间的一个或最中间两个的平均数 这看数据到底是奇数还是偶数个 是吧 所以这个也是中位数 那么第三个是重数 就非常简单了 一堆表列出来 看着里面哪个数据最多 就是它 这三种表达的时候 其实各有优劣 那么这个表达方式呢 我们说当一组数据有高又有低 都差不多围绕着某一个值在波动的时候 用平均数是最靠谱的 而当你发现一组数据当中 有那种特别大或特别小的数的时候 用中位数是最靠谱的 而当你发现如果一组数据当中 可能五分之四以上 或者四分之三以上 甚至是十分之九以上的数据 全都是一个数的时候 那用重数是最简单 最靠谱的是吧 好了同学们 那么关于平均水平的表示方式 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了 下面就跟老师一起来看一看 你学会表示平均水平了吗 对咱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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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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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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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